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白羊巴的频道 我是白羊巴 这次不教大家打鼓和打鼓 就讲一下男人最痛 神者之石 我记得有一年范太岁 年初二我突然腰痛 那时我正在上班 坐在那里飙了冷汗 那痛的感觉就好像有把刀在腰里面刺出来 坐又不是 站又不是 总之做什么动作都是这么痛的 那经理就见我面青口唇白就跟我说 咦 你可能是神结石 因为他老公都试过 不如你进急诊室吧 因为不是休息就没事 真的要查一查的 那我在同事餐符之下 就搭了的士去了急诊室 那去到急诊室就见到很多人排队 那我就知道 哎 糟糕了 因为现在的急诊室真的很多人排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这么急的 那去到护士那里就量血压 还有说回我听 我条腰很痛 他就说 嗯 你要检验一下小便 看看什么事 那我就拿着一个小杯 去到手手间就排出小便 那真的有少少橙色的 那护士见到都说 咦 都有些血 再检一检先 那我就坐下 然后安排了我去小X-ray 或者是不知道什么 总之是拍张照 然后看到里面是怎么样的 那照完之后又等了一会 那期间其实都等了个多钟 条腰非常之痛 那我不停喝水 不停喝水 希望可以舒缓 那等了个多钟之后 终于见到医生了 那他就叫护士在我屁股那里 打了一支子动针 然后就写一张图片 就说 咦 你输尿管那里 有粒八点 那图是怎么样呢 就是两个腎 这里是一个膀胱 那中间是有一条管的 那我粒八点就在这里 卡住了 不上不下 那医生就说 其实都没事的 这么小粒 喝多一点水就排出来了 然后拿药排期就走了 那打完支子动针之后 真的不痛 回到家里 不停喝水不停喝水 然后好像 咦 都没东西 但是过了个多月左右 就出现尿频的问题 就是整天都要去厕所 整天都很急 半个钟头就去一去 其实没东西 只有一个急事而已 那有时在家的话 就蹲着去厕所 蹲完不痛了 起身就会见到 有些血丝在那里 是一些很粉红色 应该就是有些血在那里 那这段时间都持续个多月 整天都要去厕所 那放工的时候最辛苦了 就是那一阵车 我要不停忍住 就忍到下车 立刻去厕所 蹲一蹲 蹲到没事的 隔了一段时间 就去复诊 复诊就是 医生问我 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不舒服 那我就照说 然后他说 咦 你要照旁肝镜 还有放射测试 他就说 旁肝镜 就会伸个内窥镜下去 穿个尿道 看看你的旁肝 有些什么在里面 听起来都很痛 我都问医生 可不可以不做 但是他说 不做 那就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如果有些什么的话 那就很大件事了 那我唯有 好了 排期 那我就回家了 那尿频的问题呢 接着又没事了 我以为OK 没事了 但是不幸的事情 一而再 再而三 不是 第二次的腰痛就出现了 今次在右边 因为有经验了 我就立刻去急症室 照之前一样 又说腰痛 他都知道我腰痛是什么事了 又是厌小便 接着去拍照 还有医生都说 你第一个 甚至出来了 那我呢 身体就说有两粒神借之石了 那他来第一次腰痛 半年左右 那我就去照旁肛镜 那里很冷的嘛 那人也都很紧张 那进去手术室呢 其实都不是什么的 就是在手术床那一套 医生呢 跟他聊聊聊聊聊聊的同时 他就在你上面 塗些麻醉药 二话不说 真是二话不说 问都不问 就对之内窥镜下去 哇 真是穿下去 那一刻 真的有点想飘眼水的感觉 然后我看着视频 因为呢 你会即时看到 他的内窥镜看到什么给你看的 那我就很期待 看看有没有石在上面 那你见到 应该就可以摔出他了 但是医生就说 咦 没有发现 什么都 我说 不是吧 搞了那么多东西 没有东西看 那他就说 没有啊 是没有东西看啊 你是不是很想有东西看 有东西看就是有事 那我说 那又不是 应该没有东西看 好过有东西看的 那我就穿上一条裤子 走 那就回家了 如是者呢 有一段时间 某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咦 开始有些东西在下面 顶着顶着 应该就出来的 那我回到公司 做一下 然后去第一个厕所 然后再摔 真的有feel 那种feel 就是 好像你喝珍珠奶茶 那在饮馆吸一粒珍珠下去的时候 经过你的口 有些东西顶一顶 然后呢 就如常这样摔 即是呢 那种情况就是 你摔了一点 摔了一点 然后又继续摔 就是那种感觉了 那我就看一下 那个尿兜 是不是真的有粒石在这里 真的有啊 那是其实 很小粒的 那呢 我立刻呢 用一张纸包住 因为我好奇嘛 所以回去研究一下嘛 那回去那个位置那里 然后呢 一打开 非常之失望 因为呢 已经碎了 我连他刚刚出生 不是 我连他刚刚排出来 完整的样子 都拍不到 那算了 那就是看一下 碎石那些是什么来咯 那就看到一些 浅黄色啊 一些粉末状的东西 都不是很硬的石头 好像蜜蹄沙那样的 那我就知道 咦 喝多点水 真的会排出来的 但是什么时候排出来呢 就真的因人而异了 而这段时间呢 其实我日日都喝 一至两点水的 因为我之前真的不多喝水 其实不到口渴呢 我都不喝的 但是呢 因为神石嘛 那就提醒自己 不断地喝水 喝水 喝多点水啦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就感觉到呢 这条腰 开始有些硬物 慢慢呢 一天一天这样 上下意 我就觉得机会来了 应该有一粒神石可以排出来 直到某一天呢 刚刚好放假 就在家里 真是如我所料 那去厕所的时候呢 又有珍珠奶茶的感觉 而且呢 比之前更加强烈 那我就看看厕所 有没有石仔出现 或者看 哇 真的有 而且呢 比上次那粒更加大粒的 那我就用夹子夹它出来 什么夹子 当然不会是直发夹 就是 鱼缸那些长的夹子 掀进去 拿出来 哇 真的好大粒 那种感觉 是非常之开心 而且很有成功感 因为 真是有血有汗 有付出 好像 凭自己努力 得回来的成果 大家是不是很想看 一粒神石是怎样呢 但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我都要想清楚 不如这样吧 如果大家赞好和订阅我的白 咦 我还没说完 就这么多人赞好和订阅吧 好 现在就给你看看 我粒神祭之石是怎样的 那这粒呢 就是我排出来的神祭之石了 拉近一点 可能不清楚 我放在手上给大家看 那大家都看到 这粒就是我排出来的神祭之石了 啡啡黄黄 晶莹通透 就像水晶一样的吸引 好 继续看了 慢慢看 不同的角度 真的闪闪生辈的 再看三秒 3 2 1 好 看完 那我好幸运了 就是喝多点水可以排出来 但是我都要反省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的呢 那我看回由小到大呢 我真的好少喝水的 那我就上网查一下 原来那粒叫做草酸钙结石 那那些草酸呢 通常在茶那边呢 就会有的 而钙呢 就是喝奶那些钙质来的 那草酸钙结石呢 之前就叫做草酸钙结晶 那就是呢 一个零形的晶体来的 那在尿液里面 个个人都有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多点喝水 就会自然排出体害 但是如果你喝得少水呢 那些结晶就会和其他结晶 继续在一起 就越来越大粒的 那我想回又是哦 那我平时呢 真的很少喝水 而且呢 我有个习惯 就是很喜欢喝奶茶的 我早餐啊 午餐啊 或者晚餐呢 都喜欢喝杯奶茶的 而且呢 我之前呢 是常常喝乌龙茶呢 当水喝 因为乌龙茶那些 烧脂嘛 那就喝茶咯 谁知道减肥不成 就生了两粒神结石出来了 所以大家记住 平时一定多喝点水 还有注意饮食 因为神结石出来了 真是和健康 真是很重要的 好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还有觉得这条片 帮到大家的话 记得留言 赞好 还有订阅我白羊巴辣 还有 最重要的就是 share给朋友 因为你都不想他们得到 男人最痛的嘛 其实女生都会的 好 下次见啦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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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